最近消息我们要告诉你哦 众所瞩目的红柱秋遭虐死案 再经过八个多月的审理 桃园地方法院今天下午四点 将会对这宗牵涉军中人权的 事迹大案作出判决 涉案的是八位军事官当中 陆军269旅中式管理士 陈一勋被以陆海空军刑法 上官届是林月军人致死罪 他最终可能会面临无期徒刑 其他包括五四两旅 少将旅长沈威智 上校副旅长何江忠等17人 最终可能会被处以五年的徒刑